一丟 現在面對郭戴琪球數是兩好一壞 四局上半 同時對反而是超前的一分 這個球也打得皆是在右外野方向 back to back 郭戴琪也補上了一支 而且球數是林育清領先的情形之下呢 還是被郭戴琪一棒轟上了右外野的看台 這是一支揚春拳來打 比數現在變成3比1 今年球季郭戴琪的第三轟 這時候也讓中繼上隊的 不得不趕快先喊一個暫停 不過我們就是講說 你當一個投手 你不可以去預想說 這個打者他不會打第一球 你應該是想成說 我每一個球都有可能被轟 那你的控球或者是你的投球的這個 力道上面你就不會去放 放力投這個球 我只是要把球投進去好球帶的這種感覺 來看一下這個球 位置是中間稍微低一點點 不過之前郭戴琪就示範了一個偏低的球 他都打成2點安打 這個球當然比他第一次打的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點 整個被他拉出去 這兩發全雷打也是今年呢 是對團隊的第51跟第52支 目前全雷打的數量當然是遙遙領先其他的三支球隊 比數現在3比1 郭戴琪就是他在今年球季的第三支的全雷打 事實上今年郭戴琪的一個打擊狀況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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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